大家好,我是陶仁贤,欢迎来到虚幻引擎UDK制作流程 在这个介绍里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景 因为整个视频文件大小的问题,所以我将会把整个过程切分成若干个小段,为大家一一来奉献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场景,在场景当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个红色的小方框 这个方框就是UDK里面最基本建造单位 DST模型方框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键盘上的空格键来切换它的各种操作模式 比如说我是移动模式 在我的前视图里,我可以拖它的左右移动 因为我在下面打开了自动吸附到单元格上 所以我的操作是很符合单元格的一个长度标识的 这样操作其实在一些比较大的场景里面,你能够很好的去定义你的单元格有多大,怎么去建造它呢 然后这是一个框,但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模型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键 CGS add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基本的模型单元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它拉开 我们能够从其他的视图能看到 我在蓝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已经创建好的一个模型单元 而红色的部分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建造框 我们可以把建造框拉的靠近它一些 现在我们能够通过它来看到 我们的场景有一部分是切合在一起的 我们点击这个键 它就能够显示出它们两个模型的一个切合边 这样是可以帮你制造一些非标准单位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我做一个楼梯 当然了,做楼梯有更方便的方式 我们再把这个红色单元格再拉开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切合并不是它现场给你做了两个面 比如说我们转换到显空模式 它实际上是两个BSP模型 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切合运算 所以才影响出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想调整它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这个模型 然后我向旁边推一点 当我切合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似乎没有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虚幻里面的一些特点是 当你每次调整了场景之后 你都需要重新建造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的Building Geometry for Curious Level 点击一下 它就能够给你重新创建一个场景 大家看到 现在我的右边这个边 已经很完美的切了 就是说不光是在这个场景里面 在其他场景里面 一旦是你需要做场景的调整 它都会提示你需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场景 因为它不是实时给你刷新的 OK 如果我们想建造不是一个方块 而是一个平面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击空格键 来对它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可以缩放之类的 如果你有更明确的单位的话 比如说我在一个平面纸上 我先体现画好 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我有大概多宽 多高多长多厚 如果你有这些详细数据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Cube上面 单击鼠标右键 它现在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就是直接用参数的形式 来调整这个BSG Map 我们可以调成2048 然后再调成2048 高度呢 我们时乐就够了 然后Close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现在所创建的一个平面 还可以手动调成大小 我把它稍微降低一些 这个具体尺寸位置 我们可以在前视图或者测试图里面完成 OK 再单击这个键 我的BSG Map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 现在我们可以靠近我们的贴图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完成场景 当然了 一个场景里如果没有灯光的话 它是不可能被照亮的 怎么说 下面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单击Play InViewport 现在我就是在我场景里了 我能看到我的所有的界面 我的灯光 我的雪都已经存在了 我单击鼠标左键可以是打枪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倒影里面和灯光那些 和枪的那些烟火里面 能看到我周边有地的存在 但是没灯 单击ESC退出 我们在场景里面需要添加一盏灯 能够照亮场景的灯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需要添加场景的地方 单击鼠标右键 Add Actor Add Light Point 就点灯光 单击 我们就能发现出现一点灯 我们拉动灯的时候 能看到我的一些实时的效果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能创建 而且比它更简单 我们单击住键盘上的L键 单击任何一个平面 我们想创建的 鼠标左键 它就会自动添加一点灯 这个灯的大小 颜色 以及它的位置 它照亮的明暗度 我们都可以来调节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退后一些 我们点击空格键 让它进入缩放模式 大家可以看看它周边 我直接对它进行操作 它可以看到 我的光照应的地方 近和远 如果你对它的参数 有详细调节的话 你可以双击鼠标 左键 进入它的调节范围 这是那种灯 light 它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控制 比如说我的灯光的颜色 或者怎么样 light color 我能够用RGB来调 比如说我是200 一般 二十 五十 OK 这我就是产生了一盏比较蓝色 比较诡异的灯光 在这个里面 我们还有其他可以调 比如说 我的一些白平衡 我一些灯光 其他参数 都在这里面可以调的 然后brightness 这是我的明暗度 我可以直接拉鼠标左键来调它的数字 或者是单击 调入比如说我6 这就是一盏灯 然后在lightness setting里面 我们能够有它的 比如说它的一个光照的距离远近 这是中间的小框 它的光照距离和它的一个淡化距离 我们外面这个浅色的框 就是我们的灯光的外边缘 它有个淡化的过程 中间只是一个集中照亮 集中照明的过程 这些参数在这里面都会调 就是radius 调大了 我把它调小一些 现在就能很明显的看到了吧 中间黄色部分的话 是我灯光主要照明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是我灯光 淡化的照明 灯光边缘 OK 为了正常演示 我们还是把它的那个灯光颜色 调成正常的白色 单击一下鼠标左键 它能跳出一个对话框 你选择一个颜色会怎么样的 都OK 如果你觉得比较麻烦的话 你直接点击住它 然后你现在鼠标所处的任何位置 它都可以去采集这个灯 点击这一块 OK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创建的一个最基本的灯光 然后我们要打开一点 稍微大一点 让我的辐射能够辐射到周边的这个小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我们场景里面看一看 这个场景其实我们是并不能玩的 为什么 虽然说我们已经建造灯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虽然我已经有灯光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虚幻引擎里面要求是 所有场景一旦你被调整过 你必须得把它重新建造一次 我们看到楼底下的这个 lighting needs to rebuild 我们单击它或者点击上面的灯光按钮 都可以重新建造这个灯 building BSP preview using lightness 我们是最基本的模式 OK 现在它就开始来运算了 因为虚幻这个引擎的特色 它能够把一些看起来很巨大的场景 和很巨大的那种灯光效果 我提前先烘培到贴图上 所以能够减轻我机器运算的一种压力 OK 这些警告转身关掉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成型的地图了 有良好的聚光区 它的一个散交区域等等之类的 现在我们再点击play in viewport 我们就能够开始游玩了 跳跃 在本次讲座最后 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为自己的场景 添加一些材质 因为全部是这种棋盘格的模式的话 也是挺不好玩的 在这节课的后面 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为自己所创建的场景去 给一块材质 这个材质的话 因为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我们提前先不做了 先调用虚幻引擎自带的 我们可以点击open content browser这个键 它就出现了我的一些 content browser的一些浏览器 可以打开一下 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是要创建一个地板 那么我写可以选 FLOR floor 空格 BSP 因为我现在所创建的是BSP场景模式 所以他必须选用BSP的贴图 我们先选用这样一个吧 MACS floor BSP 点击鼠标左键不动 当他到我的场景上面时候 自动会出现一个加号 把这加号松开 我的场景就自动的贴上了这块BSP的贴图 我们可以走近点看看 场景其实做得很细的 这个场景模型 这个贴图 它是自带了alpha和OA的一些效果 这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做 其他的工具怎么去做呢 在我们下架里面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我们需要对这个贴图做调整吗 当然需要 因为没有人的一个石头场景有这么大 而且我的人也是相对会比较大一些的 所以这场景太细了 我们想需要调整 怎么调整呢 我们点击这个 在双击我的这个平面的时候 我就能够出现我的贴图调整工具 比如说 我可以在U的方向 一次调整四个边缘 当我按住shift键 按这个时候 它就会以相反的方向来调整 比如说我可能想到这方面去缩一下 或者这个缩一下 或者是我想四十五度调整一下 或者九十度 或者我自己选的角度 都OK的 然后UV我可以重复多少次 比如说我可以五次 这样的话我整个UV就可以重复这么多次了 因为我的场景可能不够大 它要几种默认的调节方式 比如说fit 我的场景刚刚合适我这个是怎么样的 box 以box的方式 它可能贴的稍微密一些 平面自动展开 当然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采用首选的那种方式 因为它毕竟不够智能 然后再是一些灯光的东西 下面大家再看看 我的light messaging 就包括是我的灯光在里面 我照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它都是可以重新来做的 当然了 我对它已经有过改变了 现在我需要是重新建造场景和重新建造灯光 我们先重新建造灯光 OK 建造完成 谢谢我们现在是不管 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建造任何体积 OK 现在回到我们的场景当中 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玩我们的游戏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场景 有大有小 周边有很好的一个光影的一个淡化区域 还爬不上去 没给做高 OK 这就是我们建造的第一个场景 在下一节课里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建造一个罗马动作厂 在这个动作厂里面 我们拥有上层和下层两种建筑方式 拥有一个楼梯 拥有一个隧道 以及一些开门关门的特效 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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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